大卫王这群在镜头前展现惊人时亮的人们 总能让观众感到无比震撼 看他们轻松地将面前堆积如山的食物一一消灭 这种强烈的反差带来的解压感 或许正是大卫王比赛风靡一众观众的关键 然而大卫王的魅力远不止于此 曾有一位名叫麦克斯林木 本名林木龙江的男子 他出身贫寒 背负着七位数的负债 却凭借着自己惊人的食欲和无底洞般的胃口 从平民窟中脱颖而出 成为日本首屈一指的大卫王 最终逆袭成为老板 年收入破亿 还迎娶了心中的女神 1980年10月27日 林木诞生于东京都板桥区的一个普通家庭 作为家中的独子 他自小便怀揣着成为赛车手的梦想 渴望在赛道上驰骋 然而命运似乎并不眷顾他 高中时期 他身高猛增至1米81 这本应该让许多男生羡慕不已 却恰恰成了他追逐赛车梦想的绊脚石 因为这样的身高 远远超出了赛车手的选拔标准 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梦想 从此 他陷入了深深的吃饿当中 大学学业也因此半途而废 生活变得浑浑噩噩 白天 他在电玩城消磨时光 晚上则流连于居酒屋 借酒消愁 挥霍着金钱 最终背负上了沉重的债务 面对天文数字般的债务 林木不得不结束那种 纸醉金迷的生活 转而求寻踏实的工作来还债 然而 他既没有出众的外貌 也没有过硬的技能 更没有显赫的学历作为支撑 想要找到一份高鲜的工作 谈何容易呢 为了生计 他不得不放下身段 在餐饮店送外卖 在菜市场做搬运工 但这些微薄的收入 对于偿还巨额债务来说 简直是杯水车薪 随着债务的雪球越滚越大 他连房租都交不起 最终只能够搬进贫民窟居住 然而 命运总是爱在人最绝望的时候 开出一扇窗 林木在老家时 经常与父亲一起观看大卫王比赛 因此对这个圈子有了一定的了解 他尤其喜欢一位名叫萌子的美少女大卫王 他那瘦弱的身躯 与惊人的食量形成了鲜明对比 让他深感不可思议 作为萌子的忠实粉丝 林木经常浏览他的博客 关注他的最新动态 有一天 他得知萌子挑战了自家附近的一家乔麦面店 出于好奇和一丝不皮肝平凡的心态 他也决定去尝试一下 在此之前 林木从未接触过任何大卫王的比赛 他的饭量也只是普通人的水平 记忆中吃得最多的一次 还是高中时 在剑道部训练之后 因为太饿 而一口气吃了34碗白米饭 他从未想过自己与大卫王之间会有什么联系 然而 当面对那家乔麦面店的挑战 45分钟之内 吃完四大碗 共重2.8公斤的乔麦面时 他竟意外地轻松完成了任务 并赢得了5000日元的奖金 这一刻 他惊讶地发现 自己似乎拥有着一个能够容纳海量食物的胃 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一次胜利 更是他摆脱贫穷改变命运的重要转折点 作为观众的欢呼声 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被认可和被尊重的快乐 既然常规的打工生活已然无望 那就索性换个方向重新出发吧 他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卫王 不仅要在日本 更要在全世界扬名立万 自那日起 黑木毅然辞去了工作 踏上了寻找大卫王挑战赛程的征途 用比赛的奖金支撑着自己的生活 恰逢其时 东京电视台推出了一档名为 《圆族大卫王争霸》的节目 林木这位渴望证明自己的选手 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迅速填写了报兵表 踏上了日本大卫王的竞技舞台 这是他首次参与正规大卫王比赛 面对着屏幕中曾无数次见过的前辈们 李木这里因为林木 因保持一致性 心中难免忐忑 在大卫王的世界里 年轻是优势 而年轻不惑的他 显然已不占优势 但他深知 一旦退缩 便再无回头之路 初赛的挑战是在30分钟内 尽可能多的品尝寿 曾被誉为寿司巨人的白田 其一百盘寿司的记录 令人望而生畏 然而作为新人的林木 却以惊人的毅力 吞下了整整101盘 共计202个寿司 以一盘的微小优势 击败了白田 震撼了整个大卫王界 这位出出茅庐的新星 竟有如此惊人的食量 令人瞠目结舌 但这仅仅是林木 辉煌真诚的开始 随后的比赛中 他更是一路高歌猛进 最终在决赛中 以26碗拉面的惊人成绩 摘得桂冠 成为当年最炙手可热的 大卫王明星 这场出战告捷 标志着他正式踏入了 日本大卫王的殿堂 并赢得了麦克斯林木的美誉 2016年 林木再次出征 参加了东京电视台举办的 国别对抗大卫王世界争霸赛 这场比赛对他而言意义非凡 因为战胜者将代表日本 征战世界舞台 他深知 只要赢得这场比赛 就能够稳坐日本第一大卫王的宝座 参赛选手中不乏历年 大卫王赛事的冠军老将 然而 林木并未因此退缩 他在30分钟内 好饮19碗拉面 成功获得了代表日本出征的资格 成为了家乡的骄傲 新人出道便连夺两贯 这样的成就无疑令人瞩目 但林木并未因此满足 他继续马不停蹄地参加各类比赛 同年 他还参与了原祖大卫王争霸战 虽然对手并非顶尖高手 让他出赛时松了口气 但比赛过程却异常的激烈 林木虽然奋力进食 却始终被对手紧咬不放 就在他以为胜券在握之际 一位选手突然爆发出了惊人实力 迅速追平了他的战绩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压力 林木虽然交际万分 却也无力回天 好在比赛即将结束 他安慰自己 即便平局也是能够接受的结果 然而 最终的结果却出人意料 林木以一软之差 西白 不仅失去了王者宝座 还错失了奖金 这次的失利 让林木的处境急转直下 许多曾邀请他参加节目的剧组 也纷纷退避三社 他的身价一落千丈 无奈之下 他只能够重造就业 回到了那个 让他一度沉沦的水赏工作 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月薪更是微薄的仅有三万日元 从2016至2017年间 林木在大卫王界似乎沉寂无声 昔日辉煌的麦克斯林木 仿佛已淡出公众视野 世界似乎遗忘了他 除了在那些不断响起的催着电话 或许再无人念及 正当林木陷入绝望深渊的时候 是他的女友 那抹不离不弃的光芒 穿透了他生活的阴霾 2017年 是林木人生中的低谷年 但幸运的是 女友并没有因他的路魄而离去 反而坚定地选择与他 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 望着这个始终相伴左右的伴侣 林木的心被深深触动 他意识到作为丈夫的责任重大 为了这个家 为了这份深情厚爱 他是要重新战棋 于是他与妻子立下誓约 给自己三个月的时间 全力备战即将到来的 大卫王王者之战 若此番再败 他便将彻底告别 大卫王的舞台 准而踏实工作 甚至此次挑战的不易 林木制定了严密的饮食训练计划 依据自身的情况逐步增加食量 作为大卫王 他最怕的是胃的萎缩 因此只能够日复一日的 以海量食物充盈胃部 不断拓展其容量极限 尽管训练艰难 但每当夜深人静 想到妻子温柔的目光 林木便充满了动力 继续咬牙坚持 比赛日终于来临 林木心中无畏杂陈 既有对胜利的渴望 也有对失败的恐惧 他害怕自己让妻子失望 更怕自己重回那暗无天日的过去 回想起首次参赛时的孤注一掷 他明白此刻已无退路 唯有勇往直前 赛场之上 对手以两碗拉面的优势迅速领先 炎热的天气与嘈杂的环境 让林木难以集中注意力 无数次他几乎想要放弃 但每当脑海中浮现出妻子的温柔笑容 他便仿佛被注入了无穷的力量 进食的速度不禁加快 凭借着顽强的预制与必胜的决心 林木逐渐缩小了与对手的差距 并最终实现了反超 比赛结束的那一刻 他已分不清脸上的是汗水还是泪水 只知道本能的一口接一口将食物送入口中 三个月的汗水与泪水换来了今日的荣耀 林木没有辜负自己与妻子的期望 成功夺回了久违的奖杯 再后他第一时间拨通了妻子的电话 千言万语或语成无声的泪水 那是苦尽甘来的喜悦与感激 自那一场回归之战起 林木的人生仿佛开启了加速模式 大卫王比赛对他而言 已不仅仅是一场竞赛 更像是一场场激烈的战斗 他更加刻苦地训练 将每一次挑战 视为对自己的极限突破 世界记录不断地被他刷新 大卫王的征途依旧热闹非凡 然而林木也深知 这一职业的坚信与代价 长期的超负荷进食 已悄然倾斥着他的身体 年过三十的他开始思考未来 如何在保持竞技状态的同时 也为自己的身体与未来做好规划 隔年他在YouTube上 建立了自己的个人频道 梦想着通过自媒体这一个新兴领域 来超越大卫王比赛的辉煌 凭借着他本就累积了超高人气 他迅速聚集了一大批忠实粉丝 而YouTube上的广告收入 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 林木的主要经济来源 然而林木并未完全沉浸在 视频制作的世界当中 他偶尔也会重返赛场 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实力 依旧不可小觑 2018年 在严守县圣冈市举办的 第33届全日本桥外面大赛之上 林木以惊人的速度在15分钟内 干掉了632份小碗装的桥外面 成功打破了该赛事的历史记录 再次让世人见证了他的非凡实力 而到了2020年的大卫王王者之战 他更是以35碗拉面的惊人成绩 刷新了自己的最高记录 第三次加冕无可争议的王者 其统治力可见一斑 如今的林木早已摆脱了往日债务的阴霾 回望10年之前 他或许做梦都未曾想到过 自己有朝一日能够驾驶着保时捷 在东京最繁华的地段安家落户 2021年 他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开设了自己的外卖店 从一名网红博主成功转型为老板 岁月流转 今年林木44岁 他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更在爱情与家庭上收获了满满的幸福 他拥有了三个可爱的孩子 一家人的生活充满欢声笑语 温馨而美好 值得一提的是 林木的吃相总是那么优雅 光是看着就让人心情愉悦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观察他 发现他总是那么认真地擦拭着嘴角 即便是大口吞咽时也会紧闭双唇 显得格外绅士 他的咀嚼动作同样赏心悦目 让人忍不住为之倾倒 这样的他 怎能不让人喜爱呢 Max林木的故事或许已经告一段落 但林木龙将的人生旅程才刚刚开始 未来还有无限的可能 等待着他去探索 去征服 童不出席 的